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P地址的格式 这里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它呢是用四个R5组成的一个IP地址 当然这个四个R5是十进制的 你也可以说是三十二个二进制的一组成的一个IP地址 这个IP地址又分成两部分 网络部分 网络号部分和主机号部分 这里蓝字所标示的就是网络号部分 后面的黑字就是主机号的部分 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IP地址的分类 IP地址分类其实呢就是根据网络号和主机号 它的位数的不同来进行一个分类 像A类地址 它是这三十二位中前八位是网络号 B类就是前十六位 C类是前二十四位 而至于D类跟E类呢 D类是一个多波地址 这种地址就是说在采用组波或者说采用多波的时候才会用到 而E类呢是科研用的地址 这种地址基本上是见不到的 我们主要记住ABC这三类地址就好 从数值上来看一下这个IP地址的分类 从数值上来看呢 A类地址就是第一位 为零 剩下七位可以变 当然这七位是说的它的网络 都是它的网络位 前八位都是它的网络位 然后呢 根据这个 送上来的这个十进制的范围 就是一到126 然后B类地址 就是10 然后后边都是可以变 C类呢就是110是固定的 D类就是1110固定 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 这些呢 其实都是在不断的 在最前面加一个1 然后往后顺延 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数值也对应的都是 2的一个次密 128 192 224 之间呢相差的也是 64 32这样的一个 2的次密这样的一个数 这就是一个IP地址的 一个简单的分类 然后这个又是它的一个 数值上的一个范围 A类地址 B类地址 C类地址 E类地址 这样的一个范围 这里呢 大家可以 应该会有人会 有疑问 为什么 126.255.255.255.254 然后后边的127 这一块的地址 没了呢 其实呢 在IP地址中 有些地址 它比较特殊 像这样的127地址 它就是一个本地的 回环地址 它是呢 用于一个测试 这样的一个地址 而刚才我们举到的 那个例子 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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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这个地址呢 是一个全网的广播地址 所谓的广播地址 是什么 就是说 当你在 这一个网络里 发送广播的时候的地址 就是广播地址 而这个4个0呢 就代指的是全网 任何一个网 节点为一 节点号为一 这指的是什么 就是说 你在这个地址里面 在这样一个网络 就比如说 A类地址里面 它的主机 全为一 就是说 带着它所有的这个主机 它是一个这样的 一个特殊的一个地址 这里呢 也有一个详细的 对于这个广播地址的 一个定义 向网上所有的主机 发送报文 也就是说 不管物理网络特性如何 internet 网络所支持的 这个广播传输 如136.78.25.25 就是币类地址中 一个广播地址 你可以将信息送到此地址 就是将信息送给 网络号为173.78的 所有主机 就比如说 你的公司 这个地址 136.78.25.25 这是你公司的一个 网络广播地址 当你发动之后 你公司里边 所有的主机 都可以收到 你发动这个消息了 这个就是广播地址 我们再来回到 这一张PPT 这张PPT呢 提到了这样一个 私有的IP地址 这样一个概念 所谓私有的IP地址 就是说 它们呢 是一种私有化的 一种本地化 一种个人化的一个概念 为什么会有私有 这个IP地址 这样一个概念的产生呢 我们在之前曾经 介绍这个IP报文的时候 说过 IPv4 有其局限性 一个很大的局限性 就是 它的网络地址数 不够用了 而产生了这种 IPv6 其实呢 在IPv6和 产生之前 为了缓解 这个IPv4的 IPv4地址的消耗 我们就采用了 这样一种基础 叫做私有IP地址 就是这些 这些私有的IP地址呢 它们呢 是可以重复的 而其他的 这些非私有IP地址 也就是说公有地址 它们在全网中唯一 不可重复 而这些私有IP地址 就不同了 它们是在 局域网之中 都是可以重复的 当然也只在 你的局域网中有效 当你 你的私有的IP地址 想要去访问公网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又要涉及到 一个NAT的一个转化 将你的一个私有地址 转换为公有地址 再去进行一个 实际的一个访问 这个私有地址呢 在ABC这三类里边 都有所 都占有一定的比重 在A类呢 是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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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到10.255.25.25 就是说呢 是25 是一共呢 有256乘256乘256 三这样三个相乘 这样一个地址 B类呢 是172.16.0.0到172.31.255.255 这样一个范围 C类呢 C类呢 是192.168.0.0到192.168.255.25 这样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非常的重要 好 来总结一下 咱们今天 这个课程 所讲述的一些简单的内容 一简单的了解一下 IP地址的格式 IP地址的格式 32位的 比32位的一个 二进制 零或一 表示成 四个 十进制数 这就是IP地址的一个简单的格式 第二点 简单的了解一下 IP地址的分类 IP地址 一共分为五类 A B C D E 五类 D是组播地址 E是科研用 这两种地址 用的比较少 尤其是E类 基本见不到 它们的范围 也一定要记住 还有就是 私有地址的范围 以及一些 极为特殊的范围 这些极为特殊的 这个IP地址呢 又包括 172.0.0.1 这样的一种 本地的一种 还回的一种地址 以及广播地址 好 今天的过程就到这里 再见